上回咱们说到同林在九宫住坟,力敌三位武林高手,眼瞧着性命看看不保了,在耳中又传出这位老侠客爷的声音,让同林抛月亮剑。 同林这左手月奔着眼泪的面门就打,杜青峰看出来了,我两佛爷,胡国寺他使的可就是这手啊,你们两个人可留神,小儿同林他要抛月亮剑啊。 就在这时候海川左手月奔燕雷,右手月就奔着杜青峰来了,两个人往旁边一闪,擦愣擦愣。 同林同海川两只月就掉在地上了,海川一撩长山一吸气,按肩瓣啪啪,就把秋风落叶扫亮出来了。 按保间半顶崩啪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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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啪,一条银龙巷簧,海川举着保间,望前一赶步。 就在这时候,海川就觉得心动特别的难过。 力不从心了,这脚呢,望前一脉步,就跟四两棉花一样啊,踩在地下就软了。 同时觉得天旋地转,胸口窝一发热,这口热气就喷出来了。 海川当时就晕死过去了。 迷迷蹬蹬,迷迷蹬蹬,不知道事的,慢慢的,慢慢的,也不知道经过多长的时间。 海川才把眼睛睁开,心里头难受啊。 肚子里头觉得空,嘴角这儿滴滴答答往下流东西,海川绝乎出来了,流的是什么呀,流的是血。 秋风落叶扫,软剑鞘在旁边扔着,自己的宝剑也在旁边扔着。 哎哟,同龄这时候才觉得自己现在在地上趴着呢。 眼前是一片血迹。 同龄叫着自己。 同龄啊,同龄,你是死在阴间,还是活在阳市啊? 海川再抬起头来往周围一看。 海川可愣了。 眼前正是燕雷。 这个眼泪张着大嘴,脖子都粗了,脸都憋紫了,手里头低了着,他的兵人日月双伦。 两只眼睛,动得跟鸡蛋似的,动都不动。 哎呀,海川心说,他是不是让人家给点了血给定住了? 左腿弓着,右腿绷着。 哎哟,瞧着意思,燕雷,瞧着我通龄,知道我吐了血了。 他这双轮要一举,就能把我打死了。 他还没举起兵人来,他就动不了了,这时让人给点了血了。 再一瞧,旁边,也就是在自己的北边,正是塞南级诸葛剑,手里头是三十六斤蛇骨鞭。 看他脸上,显着十分惋惜的样。 抖这边没抖起来呢,也让人家给点了血了。 同龄的右边,正是云霞道士杜清风,举着宝剑,瞪着眼睛,恶狠狠的看着自个儿。 哎哟,同龄心说,这位也跑不出去了,也让人家给点了血了。 这三个人脸色都挺难看,出气入气,上不来下不去,在这发愣。 海传心说,这儿谁把他们三个人点了血,把我同龄给救了呢? 就在这时候,旁边有人念佛号。 乌梁佛,善哉善哉。 同龄哪! 同龄抬头一看,正是几次救自己。 手里拿着老山海爷,一只点血绝的,这位失败高人,武林界的老前辈。 海传望起站,就觉得头重脚轻,四肢无力,浑身发软,心中砰砰砰的跳啊。 只能用鸽鸡盖往前走,走到老仙长面前。 老人家! 您两次三番打救弟子性命,弟子感恩匪浅,生当鱼手,死当劫草,万生给您磕头了。 老仙长点了点头, 无量佛同龄哪! 要说你小小年纪离开师门,在南七北六十三省闯荡江湖,在武林之中为师门增光。 你啊,你确实是门户当中一个好样的,难得呀,可话虽如此,孩儿啊,你身上有很多的不足啊,你还记不记得当年你在玲珑岛贝昆镇海川吗? 啊,同龄当然能想起来啊。 孩儿啊,你轻生涉嫌,胆达妄为,要不是你两位恩师跟你师哥赶道,还有你这条命吗? 应该吃一欠,长一智啊! 难道说你把你师父的话就忘了吗? 啊? 你对不起你师父对你的教育啊! 上次在护国寺, 丑面佛马宝善要给他师弟焦丘华报仇,啊,我也知道。 你清楚得很,焦丘华,马宝善都是好人啊。 但是你就不想一想,你把焦丘华打破了些,那马宝善,这位喇嘛,他能不给他师弟报仇吗? 常言说,害人之心不可有,防人之心不可无啊! 尤其在武林当中,即使对方是好人,你自己应该有所防备啊,要不是你抛阅亮剑化险为夷。 你,你这命还有吗? 这一回塞南基诸葛剑把你约到九公主坟。 统林啊,前门外大石烂标局,你有多少朋友,多少好哥哥呀? 你应该请一个两个跟你一起来,啊,你一个人就来了。 你怎么这么大的胆子,敢轻身涉险,要不是山人敢到,统林啊,你这条命可又没了。 你死了,你死了,如同草剑,你叫父亲母亲生下你,把你养大成人,你对得起父母的养育之恩吗? 你对得起你师父在卧虎山玉顶玉皇冠? 教你这一十五载嘛,啊,这十五年,你的师父费尽心血,没法参修悟道,啊。 再说,你要死了,你对得起庸亲王对你的恩德吗? 可以说对你恩重如山。 嘿,小小年纪出入江湖,就如此持财忘作。 你将来还了得嘛,你要记住,山人的话不可再莽撞行事了。 统林一听,统林趴在地上了,老先长字字句句都值千金。 老人家,您责备统林之言,统林一定紧记在心。 你看,现在塞南极诸葛红图,他随人没有坏心。 他把你请到此处,可是他没坏心,他不应该带着杜清风眼泪。 他们三个人今天是想要你的命啊,被山人治住了。 统林啊,如何发落这三个人,听你的,就是要他们三个人的命。 我呀,就听你一句话了。 塞南极诸葛红图虽然被点的穴,但是耳朵管事啊,他听得清清楚楚。 哎呀,诸葛红图眼泪往肚子里咽呐。 信说老县长,老县长,我诸葛红图可不是这个心呢。 可是,我旁边这两位杜清风跟眼泪我惹不起啊。 诸葛红图确实不是坏意。 塞南极诸葛红图是剑山蓬莱岛的二十名战点将军之一。 您别瞧二十名战点将军都是战点将军,这里边有好样的,挺受人尊重。 可有人品不怎么样的,受不到人的尊敬。 可是塞南极诸葛红图是四川一带武林的前辈,人品很好,大家伙非常尊敬他。 他不是自己来的,那是康西的二哥英王傅宝辰到人家家,一个一一个一把人请到剑山蓬莱岛的。 所以说在战点将军当中,诸葛红图首屈一指,不是武艺首屈一指,而是他的人品。 这回,军师艳朴苑云峰把诸葛红图带到北京,要夺取十三省总标头,配合剑山蓬莱岛将来,要跟康西这朝廷分庭抗礼。 所以呢,也点到塞南极诸葛红图,诸葛红图同意了,其实呢,他确实想上北京来,他来北京的目的,并不是想帮着剑山夺这十三省总标头的。 他干嘛来了,他是想来找找童林,因为他听见了,北京有一个童林童海川,在北高峰县一贺号,指面昆仑侠,前边还有仨字占八方呢。 那么四面八方,老剑可言,老侠可言,都赞成童林,说明童林这人会处事。 那么童林小小年纪到底有多大本事,能够奉施命下山新一家武兽呢? 我诸葛红图得防防他,所以诸葛剑就离开的剑山蓬莱岛来到北京,住在北孝首胡同西盛镖局。 两位标主掌柜的,暴谷跟暴徒对待剑山蓬莱岛的那些人,当然得好好对待。 给老军师艳朴找了一个非常安静的住处,派人伺候着。 那么像诸葛剑这些人安排的住处也很讲究。 诸葛剑住下之后,每天出去玩。 他不是逛北京,他就是想打听打听雍亲王府在什么地方,打听明白了。 他呢,就由大北新桥一支望北奔北城根儿,找到了雍亲王府。 诸葛红图来的一次两次三次,把整个雍亲王府全查看了一遍。 这一天,他来了之后呢,从北边看了看,四下无人,他呢,就由大城根儿这边越前而入。 要说诸葛锦是真有胆子呀。 天还没黑呢? 他竟敢来到王府当中,他就听见了客厅以内高谈阔论。 诸葛锦在房上望下观桥,一直看到,年庚瑶跟王爷告辞,王爷往外送。 借这机会,塞南级诸葛红图一长腰,插了一下,就到了后窗户了。 望里一看,一只都没有,发现这烟壶了。 诸葛红图飞身进来,一脚蹬在岸头上,然后把这烟壶拿起来,掏出戳子,啪,往这脊岸上一戳。 长腰,有打后窗户,出去上了房,诸葛红图走了。 回到前门外,到了镖局自己的住处,写好了纸条。 约同林明天到九公主坟见面。 因为他来的时间也比较长了,北京的一些地理位置记住了不少,他亲自到九公主坟查看了一遍,这地方十分逼近。 所以呢,他就把同林约到九公主坟见面。 当天晚上,塞南极诸葛红图到庸亲王府,他就送着纸条,就发现同林同海川正在假山石那儿练功呢。 诸葛红图看着,嘿,你别说。 到南方捉拿盗宝国贼,请回国宝啊,功夫确实好。 捉个红图挺佩服同林,就捏溜溜的把这纸条跟阴红放在这石桌上,然后彻身行,回去了。 回到镖局之后,拉门一进来,晃着火镯子把灯点上,愣了。 屋里边坐着两个人,一个是云霞道士渡清风,一个是野飞龙燕雷。 诸葛红是个聪明人。 二位,你们哥俩怎么在我的屋子里啊? 燕雷是个炮筒子脾气。 嘿,老叶婶,我干你,到北京夺取十三升总标头。 哦,阴王可说了,我哥哥也说了,这是机密的大事啊,你怎么不好好在屋里待着天天出去干什么去了,啊,今儿又上哪儿了,说。 诸葛锦心说,幸亏我没大摇大摆的到雍亲王府拍门去找这同林。 我要是明目张胆的去找同林,你们得说我勾结雍亲王,还不把我弄回剑山,把我乱人分尸啊,啊? 所以说,因为这个原因,诸葛红图才不能明着拍门去找同林。 同林跟这位老仙长责备诸葛红图,诸葛红图也是没办法。 忍了一问,诸葛红图可傻眼了,杜青锋摆了摆手,慢着,顾良佛,善哉善哉,老英雄啊,你和我都是剑山的战殿将军? 下山之前,鹰王千岁说了,老军师也说了,你我互相都有监督的责任,请问你这些日子,你天天出去了,你干什么去了? 啊? 哎,我问问你,你是不是要拉拢人反给剑山呢? 哎,诸葛红图没办法只能说实话吧,杜道爷,燕儿将军,你要问是这么回事,这么回事,这么回事,我惦记访佛红图,我就约他明天晚上在安定门外九公主坟见面。 吴亮佛,主老英雄啊,你约别人可以,你约同龄,你知道不知道,我跟同龄有仇啊? 一天二弟恨,三江四海仇。 您跟他怎么这么大的仇恨? 他抢走了我的小徒弟,打伤了我的二徒弟,还要把我的大徒弟置于四弟。 他抛越亮剑,削了我的道观。 老英雄,去,我不拦着,你得把山人我带上。 哎哟,杜道爷啊,我要带着您去,可失了咱们武林道的规矩了。 再说了,您可是武林道的老前辈啊。 您要找同龄报仇,同龄在什么地方住,谁都知道,你应该打听明白了,找同龄把同龄叫出来,光明正大相悦。 就说武林当中,交换交换本领,谈谈武艺。 至于您跟同龄怎么谈,你们动手,你把他打死,他把你打死,跟我诸葛剑没关系。 我约同龄是光明正大,就想跟他谈谈,没为的心呢。 至于剑山让咱们到北京,夺这十三省总标头的事,我不提。 您说我要把您带去,让人同龄怎么想啊? 我还算不算人了。 武林佛,我管不着。 你要是不带着我,走,跟我一块儿去见老军师,跟我师哥,艳朴,艳云峰说说,啊,说清楚了,他让你会同龄,你就去,他不让你去,你还就去不了了。 哎呦,杜导爷,您这样可有点发赖了,发赖就发赖,不带着我去就不成。 好,诸葛剑没办法呀。 杜导长,我可以带您去,可有意见,咱必须把话说清楚了。 我跟同龄坐着谈话,或者谈论武艺,或者我们手谈,你们都不许出面。 等同龄跟我谈完了,我们两个人没事了。 同龄万回走,我离开同龄,您在半道上劫他,我就管不着了。 我跟同龄见面的时候,您不许露面。 好,武林佛,我不露面。 他怎么说,燕雷可是浑人,他张嘴肉嚷。 诸葛老头子,带我去。 哎呦,二将军啊,您还有什么脸面见任同龄呢? 我都听说了,您吃饭不给人钱,叫人家都打得,体无完斧啊。 同龄给您厚了饭账,把您请到大神殿标局,请您沐浴更衣,给您摆上酒宴。 还派徒弟给您送到西省标局,您把人徒弟打透了血了。 二将军,不是我说您,我长您几岁,您没有什么脸面再见同龄。 以我良言相劝,杜道长可以去,您是不能去。 你少说废话呗。 嘿,诸葛老头子,我跟同龄施不两立,我刚才说了,我怎么不敢去? 他让他徒弟败坏我的名誉,我就要跟他玩命。 嘿,这下可把诸葛宏图给挤坏了。 那么诸葛宏图为什么要带他们两个人去呢? 下回再说。